当你提了一台特斯拉之后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台车可不仅仅只是车这么简单 那作为三台特斯拉的老韭菜 今天小姨就来带你解锁 这台大玩具的满Buff属性 尤其最后这项值得咱们一生去回忆的事情 真的是太美好了 刚提车的你一定别忘了点赞收藏哦 经常听粉丝说自从买了特斯拉以后 家里比它贵的油车都会趴在车库里吃灰 比起95加满倾家荡产的油费 电车四分前一公里的快乐 确实要比油车的用车成本低了不少 自从开了特斯拉以后 闲着没事都想开车出去溜溜 无论是短途城市代步美脚电门的加速快感 还是长途自驾出行 有着真相定律的AP辅助驾驶 都能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驾驶感受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而除了驾驶感受 平时充电或休息的时候 你还能随时打开特斯拉的车机大屏 和女朋友一起解锁车内版的私人影院 或掏出车里常备的游戏手柄 来虐一虐你儿时的好兄弟 无论是紧张刺激的拳簧对打 还是组队双排的热血混斗罗 是不是还能让你找回一波消失已久的童年回忆呢 最后就是开电车外出露营的神秘体验 由于电车本身没有发动机 所以打开露营模式一直开着空调 也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的问题 无论是带着老婆孩子外出游玩 还是把车停在山川湖泊旁 夜晚与女朋友来一场神秘的邂逅体验 是不是都值得咱们用一生去回味这美好的回忆呢 除此之外 你还有哪些特斯拉带给你的独特乐趣呢 快在评论区聊聊吧 关注小一 下期聊聊特斯拉提车后必备的五点安全设置